早安 我是Chop 又到了周莫达 即代表Factorial 出了新的一篇FFF 今次是第382篇 主题是Logistic Groups 即物流网的分类 不过这次FFF就有别于之前的FFF 因为在一开始这部分 他们想补充上一个FFF 由于太长的关系而没有被包括的内容 之后那一部分才是Logistic Groups 所以一开始还是跟太空平台有关的 首先就是玩家的一些问题 以及官方的一些回应 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 在太空平台里既然没有无人机 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建筑 到底这些东西是为什么会无端端建筑而成的呢 官方的回答就说 在这些FFF里面 其实有很多东西都仍是他们在制作的过程之中 而其中一样东西就包括了动画上 都仍是制作阶段 他们就展示了一条片给我们看 当我们扩建太空平台的时候 那个动画是怎样的 他们也说 在太空平台建建建建物物的时候 也有类似的动画 而第二条问题就是有人问了 轻量化材料和火箭控制单元 全部都是蓝色科技包以后的 但是现在火箭只不过需要蓝色科技包 就可以研发和兴建了 到底这两样东西和火箭整体的配方 会有什么分别呢 官方的回答就是说 轻量化材料现在就会调整到蓝色的科技包就可以做了 而火箭控制单元就将会被移除 取代它的就是处理器 即是蓝色的电路板 除此之外 它们也都令到火箭的成本便宜了20倍那么多 如果成本太贵的话 基本上就没可能可以实现到它们想火箭可以做到的东西了 而且它们也注明了 在Space Age里面你可能要发射的火箭 再不是像以前的几支或者十几十支那样 而是成千上万支 下一个问题了 有人问了 为什么在太空平台里面只见到炮塔 雷射炮塔是不是没用呢 官方的回答就是说 其实不同的炮塔会对特定大小的隕石 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雷射炮塔最主要只能对付小的隕石 但是用子弹的炮塔 它们就有效对付中型和小型的隕石 既然一般的炮塔对中型和小型的隕石都已经有效 就没必要在一个有限的电力地方里面 再浪费电力去使用雷射炮塔 除此之外也有大型和巨型的隕石 这两个暂时都没展示过给它们看 对付这两种隕石也有一个没展示过给它们看 新的比较大火力小小的炮塔 去专门对付它们 但是这些都是迟些才会再说的 然后最后就有人问了 如果太空平台控制中心的仓库 是可以像上一个FFF那样伸延的话 那这样就变成了可以无视了运输带 直接把一些东西塞进一个仓库 然后搏一个很长的仓库 在第二边拿个机械被拿出来 官方就说我们自己都不是新手来的 我们怎会没想过这一样东西呢 也都是因为这个传人所以它们才不想在太空平台上可以建到货运车厢 而且为了避免这一样东西 你需要运输带的那个位置才放进一格太空平台 这个就是本末倒置的 除此之外也都不希望玩家因为透过可以有一些空位在太空平台里 从而减轻了整个太空平台的货重 最后就达致可以降低太空平台所需要使用的推进器 下一部分就跟火箭的载货量有关 它们希望令到火箭的物流系统是比较昂贵的 所以它们必须要知道到底一支火箭可以载到多少货 因为这个就会直接影响到到底每一支火箭和每一支火箭之间的成本是否一样 如果每一个火箭你只能放进一盒的物品 而每一盒的物品自己的成本本身已经有所差异的话 就会直接令到每一支发射出去的火箭的总成本 如果你是发射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 相比起发射一支放入一些贵成本的东西就没那么划算 而且它们也要考虑到有一些东西可能需要的材料是比较多的 如果你只能放入同等的物品下去 可能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将那些成本比较昂贵的东西 发射了上去太空 然后在太空那里建造回收机 透过这种方法就变相可以混更加多的资源上去 而且它们也觉得虽然Factorial是一支游戏 但是如果这里有一支火箭可以发射到一个火箭发射井的话 这个就绝对是不合乎逻辑的 它们想尽量避免这些不合理的东西 而且它们也不希望去更改游戏内现有的堆叠数目 因为一旦更改的话 所有东西 例如你的火车 其他仓库等等那些东西 全部都需要更改的 它们也不希望作出这一类的改变 推到最后它们决定了火箭会使用一个负重的系统 为了简单计算它们决定了每一支火箭可以负重一吨 即是1000公斤的 而且所有东西都是根据这个数字作平衡的 刚才它们将每一个抗石层数设定为2公斤 也就是说500个抗石又或者是10个抗石 就会是刚刚好填满了一支火箭的 然后它们就再根据这个重量变成一条算式 去计算所有物品的重量 在根据测试之后 它们也对不同的东西进行微调 或者一些不是中间产物的东西 它们也将它调整至一个火箭 最多只能放入一档 也有一些情况 例如太空科技包 虽然它本身的材料是非常昂贵的 但因为这一类型的东西不可以拿去回收 所以它们就有一些特定的规则给它们 例如太空科技包就可以放入1000支 就会等于一吨 而且不同的组件 虽然它们的制作成本也是比较贵的 但因为不会量产它们然后再把它们回收 所以它们也将一栏组件 就刚刚好可以放入一支火箭里面发射 当然火箭就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手动一种是自动 手动方式就非常之简单 你只要将你想放入的东西 放入这个火箭的物品栏里面 然后按发射就完成了 如果你是想去太空的话 你也可以按界面 Travel to Space这个按钮 这样就可以发射你的角色 而至于自动放入物品 就是需要透过在太空平台的控制中心里面 就要求你想要什么的资源 然后太空平台的控制中心 就会说给星球上的火箭发射者 听它需要什么 然后太空发射者 就会要求物流网里面 运送相关的资源给它 当这些资源运送到发射者的时候 就会自动放入那支火箭里面 而当那支火箭再满了那种资源的时候 就会自动发射上去太空平台那里了 在画面中你就可以见到自动放入货物界面 在这个界面里面 它就要求了要黄色的机械臂 这个界面最低 就有一个位置可以给你按 Custom Minimum Payload 就是最少有多少个 它就已经可以发射了 这个选项对一些低产量的物品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需要每一次都必须要等到 你整个工厂可以生产足够的物品 再满一支火箭 才发射到到太空平台那里使用 有时候你可能只需要一个或者两个 你就已经上去发射的话 你就可以take下下面的Custom Minimum Payload 就是最少有几样东西 它就已经可以自动发射了 而在最低最低那里就写着Import From 也就是代表你想在哪一个星球 拿这一类型的物品或者资源 设定了这一样东西的话 当你每一次需要这种资源 太空平台就只会要求那一个星球提供给它 刚才都说到 玩家是可以坐火箭 然后发射自己上去太空平台那里的 但是玩家本身是可以有一个物品栏 这个就变成可以跳过了火箭的载火量 所以为了避免这一样东西发生 他们就决定了 玩家除了自己的装夹和枪之外 所有东西包括子弹在内 一律都不给配戴才可以乘搭火箭 而且当你到达了太空平台的时候 你的角色就将会被紧紧地绑住在太空平台中心里面 不能够移动 然后他们就解释了到底星制运输是怎样运输的了 假设你现在想做的就是将一些物资 由一个星球发射到另一个星球那里 你要做的就是首先在原本的星球那里 发射载着那堆物资的火箭 去一个围绕着你原本星球的太空平台那里 然后那个太空平台就会移到目的地的星球的轨道里面 当它进入了目的地的星球的轨道里面之后 它就可以再发射一支火箭下去那个星球里面的货物降落平台上 然后你就可以从那个平台拿取你需要的货物 必须要注意就是一个星球最多只能有一个货物降落平台 这个是他们经过测试之后得出的结果来的 就是整个星球里面如果有一个集中的物流运输的话 是会比你有很多不同的这些降落平台的 所以他们最后决定了每一个星球只能有一个货物降落平台 这个降落平台你可以自动要求买一些货物 它也可以透过机械臂去将它里面有的货物拿出来 同一时间它也可以像一个出货商那样在你的物流网里面使用 然后去到最后就终于到今集的主题了 即是Logistic Group 物流网的分类 就正如绝大部分的 FFF 里面你都会见到的这一句 就是在他们实质测试之后就找到一些问题出来的 今次就是跟物流网有关的 这个问题就不单止在星际物流网里面会出现 在一般的物流网其实都已经有了 相信大家都遇过不少次的 玩游戏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在不同地方都会设置一个进货箱 而那些进货箱要求的东西是固定的 例如你可能会在城墙旁边就会要求一些维修的配件和一些城墙 甚至乎一些炮塔子弹 去令到你的无人机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收复你的城墙 令到敌人不可以闯入你的基地 但随着时间过了之后你可能制作到新的子弹 比以往的子弹更加有效的 你就会开始想淘汰旧有的子弹 在这个时候你就必须用每一个进货箱 去重新设定个新的最高级子弹 去到后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件事不停地发生 令到整个游戏体验并不是那么舒服 这个只不过是现在只有一个行星的时候 都已经有这个问题了 当游戏发展到可以去不同的星球都有这类型的问题 他们觉得这个问题是有必要正视的 所以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制作了一个新的系统 就叫做物流网的分类 这个系统就可以做到以下的这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根据任何一个 由一个名字的分类里面他要求的东西 当你根据了之后 所有用那个名字的物流分类都会同时同步的更新 然后就会要求相应的东西 第二件事就是你可以同一时间启用多个物流分类 第三件事就是你可以在任何时候 随便开启又或者关闭这些分类 在这里他们就给了一幅图我们看一个个人的物流网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按S section的话 它就可以再继续增加物流分类 在这里他们也说这是比较接近他们平时会用的一堆分类 在不同的时候你都可以随便开启一个甚至多个物流分类 但是最值得留意的就是最顶顶的位置 多了一个新的选项 那个选项就叫做trash unrequested 也就是任何你没有要求物流网提供给你的资源 他们都会直接回收 这样就可以清空你各式的物品栏位了 而至于为什么需要这一样东西呢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在他们在玩的时候都发觉 总是会有一两样东西没有设定到需要回收的 每一次当有一样东西突然压了一格位之后 他就必须要再手动设定需要回收的东西 发生了太多次这一类型的东西 他们觉得太过繁复了 所以不如直接加一个选项 直接把所有不是你现在要求物流网给你的东西 直接回收他们就算了 物流网分类除了可以在物流网里面用之外 也都可以在这个讯号网络里面使用 你可能已经将你城墙的防御 变成了一个讯号网络 去自动要求特定数量的货物 去进行补给的 那个常数运算器里面 已经设定好了它是需要多少什么资源了 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你想更改它需求的量 以前你也是需要每一个常数运算器去逐个逐个更改 现在你就可以直接要求它根据物流网分类里面的其中一个分类 然后拿它需要的东西 当你更新那个分类的时候 游戏里面所有用这个分类的运算器都会自动更新 那就不需要再逐个逐个更新了 当然啦 以后我们也会见到更多和讯号网络有关的更新 以上就是第382篇FFF的内容 物流网分类的用途就有点像其他游戏里面 可能你是玩不同的建议 你就可以随时进去衣柜里面整套装换了它 在Sectorio里面 基本上就是例如我现在建了工厂 我想建铁路的 我就直接把分类那里由建工厂变成了建铁路 物流网就会自动找到相关的东西给我 然后我就可以立刻开始建造的铁路 可以配上它的新功能 自动回收你没有要求的物品 相信当用起来的时候 就绝对会开始怀疑到底为什么 我们可以一直玩Factorial 那么久都没有这个功能 不知道你们又喜欢不喜欢这个分类呢 不妨就在留言告诉我吧 如果有兴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 就记得入我们的Telegram或者Discord 如果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 就记得给个like我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好了 就这样 拜拜